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95年5月8日 一代华人歌唱天后 在泰國清邁香蕭玉韻 在家人的護送之下 他的官阔回到家鄉 時任的台灣省長宋楚瑜 行政院長連戰等政要都親臨自哀 在此之前 可以享有台灣最高規格葬禮的 就只有孫中山、蔣經國等政治家 這令他成為史無前例 享有此等規格葬禮的台灣藝人 他是一種文化的標誌 又是一代人終身難以磨滅的印記 他就是一代歌侯鄧麗君 他是一個無法複製的傳奇 在歌壇的地位無人能超越 他用清幽脫俗的歌聲 唱盡人間萬種風情 在如韻妖良的波聲背後 究竟有哪些不為人知的故事 永遠的歌後 鄧麗君正在繼續 鄧麗君是一位極具東方女性魅力的歌者 他是第一個登上美國紐約林肯中心 獻藝的華人歌唱家 亦都是第一位在拉斯維加斯 凱撒皇宮 以及香港伊利沙白體育館 舉辦演唱會的華人女歌手 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他的歌聲 他用甜美圓潤的歌聲 位置了無數人干擴的心靈 在很多五零後到七零後的共同偶像 而是八零後、九零後的群體裡 亦都有不少忠實的勇等 1986年 鄧麗君當選美國時代周刊 世界七大歌聲 以及世界十大最受歡迎女歌聲之一 成為唯一同時獲得兩項殊榮的亞洲歌手 2010年8月2日 美國CNN評選了過去50年 全球最知名的20位音樂家 將郭榮和鄧麗君作為僅有的兩位華人歌手入選其中 生前人人都崇拜他、喜歡他 死後人人都模仿他、懷念他 不過三十多年前 鄧麗君的歌曲遭到了討論和批判 上世紀六十年代 鄧麗君已經是名滿台灣的小明星 而同時 大陸的文革正令到如火如途 兩岸處於完全隔絕的狀態 文革後 大陸的聽眾才零聲聽到鄧麗君的歌聲 收聽敵台和翻錄詞帶成為主要方式 被樣板戲和革命歌曲教育了幾十年的內地人民 突然聽到鄧麗君軟弱、溫柔的歌聲 如一旅春風、甚人心痞 禁固的大腦瞬間被開闢一片紳士野 但這些讓鄧麗君為人喜愛的特點 恰恰成為他被禁的理由 1980年 中國音協在北京西山召開會議 展開對鄧麗君歌曲的討論和批判 正統學院派的專家認為 鄧麗君這些歌曲的內容比較灰暗頹廢 一時之間 她的情歌都被扣上了黃色歌曲 《美美之音》的母子 令到她的歌曲一時之間變成了獨草 《何日君再來》是鄧麗君翻唱經典民國老歌的代表作之一 經過溫柔傳釋 不論在東南亞日本和海峽兩岸 都造成轟動效應 甚至在流行歌壇上被列為東方的飲酒歌 然而 兩岸當年隔海軍事對峙 社會氣氛苦悶 在特殊時期 《何日君再來》直接遭到內地的封殺 成為一首典型的不良歌曲 1936年正值日本集參中國 《何日君再來》隨即民勢 《君》指的是國民黨軍隊 歌名與當時國民黨鼓吹的反攻大陸暗合 屬於反動 於是《何日君再來》 成為了會議上被批判最猛烈的歌曲 在兩岸敵對的年代任何知名人士 都會無可避免地捲入政治之中 作為一個身在台灣的歌手 組織河北省寒丹市的鄧麗君亦不能行免 上世紀70年代鄧麗君就曾多次參與勞軍 1981年8月 他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將台灣的軍營逃了一次 逃了一圈 其中包括金門前線 前往這些這麼有象徵性 這麼敏感的地方勞軍 政治意味和普通勞軍 不可同日而語 自此鄧麗君在大陸官方的眼中 不單是一個唱黃色歌曲的歌手 而是一名敵對大陸的黃色歌手 在你身邊六歲月未疲倦 管你萬幸人見不知 在80年代中期 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和經濟水平的增長 雙卡搭錄機 短波收音機逐漸普及 被官方定性為黃色歌曲的鄧氏晴哥 紅片大光南北 用現在的話說 幾乎所有人都成為鄧麗君的老殘粉 官冷民意的局面隨之出現 1985年2月1日 中國青年報刊登了一題為 鄧麗君說 曾高興能有電話從北京內的新聞報道 這是中國大陸新聞界 對鄧麗君第一次正式的新聞採訪報道 自此鄧麗君在大陸被非官方解禁 與此同時 大陸觀眾想親眼見見鄧麗君的呼聲 就越來越高 1988年4月 中央電視台聯合其他幾個單位 舉辦第四屆海峽之聲音樂會 大陸有關機構發出信息 邀請鄧麗君去北京參加公演和電視錄影 不過鄧麗君拒絕了 面對大陸龐大的市場 鄧麗君放棄台灣生出來的橄欖枝 選擇不踏足內地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呢? 當被問及大陸的演出邀請時 鄧麗君表示 我回大陸演唱的那一天 就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的同一天 在國共不兩立 大打意識形態戰時 顯然鄧麗君也有自己的政治立場 父親是國民黨退休官員 在兒時的生活環境中 出入都是從大陸撤退到台灣的國民黨軍官兵 令鄧麗君從小就受到軍人的思想影響 唯有在自由、民主、附射的生活環境下 才能擁有實現個人理想的機會 也唯有全體青年都能自由發揮聰明、才智 國家的未來才會有充滿光明和希望 我希望很快地能夠再回到金門 跟金門的弟兄們見面 當然還有跟大陸沿海的同胞們通話 在這裡祝大家身體健康 在流行音樂史上 鄧麗君具有其他人難以超越的地位和意義 他的歌曲一度成為內地觀眾和聽眾 消除煩憂和仇私的寄託 內地甚至出現所謂白日 聽老等 即是鄧小平 晚上就聽小等 即是鄧麗君 有這樣的說法 不單止如此 鄧麗君還教曉了別人 用喪音的另一部位去唱歌 在現有的美聲和民族唱法之中 又多了一種通族唱法 但是有如成也消河 敗也消河 政治封鎖成就了他的地下流行 但是也禁固了他真正涉足內地 他的聲音 他的命運 都被深深打上了時代政治的樂印 不過 一直為國民黨傾情奉獻的鄧麗君 就被這個他支持的政黨當局深深傷害過 演藝士 差點被凌空腰斬 一度淪落到流落而向有家不能歸的地步 志氣未脫 卻絕學轉戰歌壇 流台遭拒 尷尬處境 他又該何去何從 永遠的歌後 鄧麗君稍後繼續 百年相將 滄桑巨變 無數奇蹟再次上演 以獨特視角看香港發展 揭秘經典人物背後的故事 探尋獅子山下的香港精神 我是慧如 與您相約 香港故事 1953年 鄧麗君出生在台灣省文林園 他上有三個哥哥 下有一個弟弟 令到他的出生 令父母格外欣起 多了一個女兒 更是受到母親的特別寵愛 無論去到哪裡 身邊總是帶著鄧麗君 由於媽媽喜歡看電影 喜歡聽黃煤戲 平劇等等地方戲曲 因此鄧麗君自幼就倚如目染 受到這些傳統音樂的影響 亦奠定了他對音樂的愛好和根基 1963年 江滿十歲的鄧麗君 以一曲亡煤戲《仿英台》 獲得了台灣中華電台的冠軍 記壓群芳 初逢清於老逢星 來形容他 絲毫不為過立 而這個亦都成為他走向藝術之路的開端 你們一定以為我們唱歌的 當然是扮得很漂亮 穿得很漂亮 輕輕鬆鬆地站在台前表演 其實都不是那麼輕鬆的 好像一直在音樂上來 又嚴格又嚴真 心情都挺緊張的 總之 台前台後的感覺完全是兩回事的 我們倆畫著春兒彩虹 1966年 正值鬥購年華的鄧麗君 憑藉一曲《彩虹靈》 獲取了金馬獎唱片公司歌唱大賽冠軍 頓時引起歌壇觸目 但無法顧及學業 最終鄧麗君只能選擇告別校園 從而簽約宇宙唱片公司 正式踏入歌壇 開始他風美華人世界的歌唱生涯 1970年 人稱鄧麗君年 在參加在香港公展會主辦的 《白花油慈善義賣》中 鄧麗君以第一名的成績 成為義賣歷史上最年輕的 《白花油義賣王后》 隨後 電影《歌迷小姐大獲成功》 亦令到他的歌唱事業 追入第一個騰飛點 逐漸打開了香港、日本、東南亞的市場 被評為台灣的國寶級歌手 不過 正處於演烈巔峰狀態的鄧麗君 卻不及防遭遇了自己政治上的巨大打擊 1979年 媒體爆出鄧麗君 持所謂假護照過境的消息 日本記者有田芳生 在鄧麗君第十年的真相中這樣描述 1979年 鄧麗君迷了便於行事 持印尼護照入境日本 遭台灣媒體披露 日本有官方單位 因此下令調查鄧麗君 2月24日 日本法務省裁決 將鄧麗君驅逐出境 且一年內不許入境日本 假護照事件令鄧麗君備受打擊 但台灣當局的態度更加令他心寒 1971年 民國政府退出聯合國 之後與日本、菲律賓等國家及其他地方相繼絕交 在這個戒嚴的年代 台灣政治意識濃厚 而鄧麗君使用外國護照的舉措 亦被解讀為對台灣當局的不信任 是公開與國民黨當局唱反調 隨後 台灣當局藉口鄧麗君預期不歸 拒絕他反台灣 而媒體的報導 隨即令他戴上了 泛政治化的背叛罪名 在政治和餘力壓力之下 鄧麗君四顧亡言 有家卻歸不得 問故鄉是否別來無若 我是上是上帝想念你 我願意我願意回到你身旁 這是小村之戀的歌詞 1978年入選香港首屆十大中文金曲 亦表達鄧麗君對故鄉的思念 台灣是鄧麗君成長的故鄉 是他歌曲事業起步的地方 亦是向遠方出發的起點 在意識形態上 他都甚至已經認同當局了 但都避免不了被慘遭封殺 無奈之下鄧麗君選擇離開 飛去美國讀書 不救之後 台灣通過各種關係 企圖接回鄧麗君回來 然而在歌迷的強烈呼籲下 決定復出的他 始終沒有選擇 回到故鄉 由於事件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 政治打壓令歌迷更加同情熱愛他 他的歌聲 《飛越華人社會》 俘虜了各種膚色的歌迷 1981年4月 鄧麗君第五度登上香港利舞台 舉行個人演唱會 以七天九場次創下華語演唱會的長次紀錄 同年8月 鄧麗君的五張大碟同時獲得白金唱片獎 打破香港歷屆白金唱片紀錄 鄧麗君沒有辜負香港人的厚愛 他開創到華語樂壇耳目一新的演出方式 即是歌手、舞者、和聲、樂隊整體演出 鄧麗君的旋風 隨著鄧麗君前往新加坡、馬來西亞、印尼、泰國等地表演 牽起了異國他鄉的一陣風 香港有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有充分的自由和台灣差不多 他來日本也很接近 這些因素令鄧麗君喜歡往來香港 甚至在香港買屋居留的因素 他曾經說 近年我在不同的地方住上一段日子 還是覺得香港的景色最漂亮也最適合我 所以我留在香港的時間比任何地方都要多 他的演出盛放空前 各種錄音音響中傳來鄧麗君的歌聲 香港成為他事業充斥的第二個根據地 但是台上光鮮亮麗的他 在台下卻是一個苦命人 他一生寫盡傳奇 卻情路坑坑 匆忙一世卻草草收場 永遠的歌曲 鄧麗君稍後繼續 香港給了鄧麗君重新起飛的機會 而他對香港的影響也是深遠和持久的 陳慧嫻、楊玉瑩等等眾多的港台藝人 都曾經是他的粉絲 也使得港台情歌的演唱 受到他的深刻影響 天后級歌手黃飛 在他所出的專輯裏面 至少有四首是翻唱鄧麗君的歌 他曾經說 我唯一的偶像就是鄧麗君 2008年 《甜蜜蜜》被南方周密報評選為 改革開放三十年十大經典歌曲之一 但早在1979年香港第四季金唱片頒獎禮 鄧麗君已經獲得白金唱片獎 歌聲之中的愛情甜蜜美好 但現實之中鄧麗君情相縷縷過 在面對自己的情感問題 鄧麗君曾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到 他有很多次黑骨銘心的感情 而每次都很投入 愛情多一點也不怕 是他對愛神岸臨的看法 不管是初戀林鎮法 亦真亦假的男朋友朱堅 還是真心男朋友秦長林 談話一言的成龍 一向對情侍三針其口的鄧麗君 親口證實了與唐皇國學年之子 郭孔成交往的事實 1981年對鄧麗君來說 是比極太來的一年 不僅是攀上高峰 漂泊的情感亦在這一年得到歸宿 新加坡的海后 熟悉後轉入戀情 感情走得平穩而有溫度 在雙方家長的見證下 兩人在1981年10月28日晚 秘密定婚 一切似乎是水到渠成的事 但是却在最後發生微妙的變化 作為香格里拉集團董事長的郭孔成 可以說是名門望族之後 在東南亞華人之中 國家算是數一數二的富豪 但亦是十分守舊的家庭 郭孔成的祖母向來對藝人有偏見 眼看著初到家中的鄧麗君搶盡風頭 老祖母當場面露不如辣 正是分歧挑選之際 想不到老祖母忽然提出三個條件 一、鄧麗君將過去的歷史要交代清楚 二、加入國家之後要立即退出演藝圈 三、斷絕與所有娛樂圈朋友的來往 面對這些條件 鄧麗君又應該怎樣做選擇呢 在決定嫁給郭孔成後 鄧麗君曾經告訴家人 他已決定婚後要淡出 甚至可以考慮退出歌壇 郭孔成雖然愛他 亦不敢违抗家庭的長輩 豪門的家規心嚴保守 讓自主性和自尊心極強的鄧麗君 情卻止暴 1982年底 鄧麗君提出退婚 就此結束了這段有緣無份的情緣 王盡尿夫 情情上的失意 並沒有輕易將鄧麗君打倒 反而令他將全部的重心放在歌曲事業上 1983年 鄧麗君舉辦以香港紅磡體育館為首站的 十五周年巡迴演唱會 第二年 十億個掌聲作為鄧麗君十五周年巡迴演唱會中的 台灣一站 是鄧麗君最成功的演唱會之一 自此 十億個掌聲 就成為華人社會對鄧麗君的慣容勝負之一 不過 八十年代後期 鄧麗君就漸漸告別舞台 處於半退休的狀態 面對台灣香港電影圈中的虛無飄渺暗氣商人 不擇手段往上爬的作風 鄧麗君覺得無聊可笑 因此 一九九零年後 鄧麗君基本定居法國 調養身體 放鬆身心 這一年 他愛上了一個 比他小十五歲的法國男人 Paul 或許 情海浮沉太久 他一直以低調態度面對這份感情 正當他準備在紐約 無線電城做正式告退演出的時候 一九九五年五月八日 鄧麗君因支氣管哮喘發作 於泰國病逝 長眠於台灣金寶山的祝年 享年四十二歲 我母親在她出事一直沒有哭 一直沒有哭過 一直到出病那天 到了殯儀館 她坐在那邊 一看她的女兒的照片 掛在整個故事的現場 她才整個人崩潰 然後大哭一場 鄧麗君這個名 給了一代人溫暖的記憶 她的歌 如同一個詩情畫意的音符 青麗遠轉 又空靈由美 一九九五年 香港十大中文金曲頒獎禮 最認授予鄧麗君金針獎 一九九六年 台灣金曲獎 最認授予鄧麗君特別貢獻獎 香港詩壽教父王瞻曾經說 鄧麗君是一個神話 一個就是文化上對中國影響狠心的圖騰 是時代損上了她 她自己從沒有想過 如今 詩人已誓卻鄉如故 鄧麗君留下的東西 將牽連人們對當初年代的印記 成為過去特殊時代的一個象徵 好的 感謝收看這一期的《香港故事》 我是陳佳南 下期再見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my love 我的愛人再見 Goodbye my love 相見不知那一天 我會永遠永遠愛你在心底 希望你不要把我忘記 我拥有懷念你 還要得起 你懷念你 懷念你 捲風的心 還要你 天地的文靈 我拥有懷念你